人家问我 总理怎么还有过女朋友呢 是陈老总给你们两个讲的 啊 这个跑停 周总理路过云南 想学看望初恋女友 邓大姐不但不阻止 还让总理拍张照片给她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天先君和小鹿刚出差回来 就跑来办公室 想要向邓大姐告状 邓大姐见两人在门口互相推脱 迟迟不敢进来 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随即就把两人迎进门来 并告诉他们有话直说 自己保证会有问必答 随后先君便告诉邓大姐 此次万农之情结束后 周总理还专程去了趟云南 邓大姐对此并不惊讶 去云南了解民族文化 那里有遗族和哈尼族 恩来作为国家总理 当然要去学习了 不是 张若铭女士不是上述民族 你是想说 是你们总理原来的女朋友 其实他们原本并不知道这个秘密 还是陈老总 透露给他们的 而且他们听说 是邓大姐主动让周总理 去看望前任 还特意交代 一定要拍照留念 于是赶紧跑来求证 邓大姐毫不避讳地说道 是啊 刚才你们总理 已经给我汇报了 遗憾的是 他们没有拍 您干嘛非要看他呀 那怎么了 他看见若铭了 我还没看见呢 随后 邓大姐便把当年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他们 原来他们三个都是校友 五四运动爆发后 他们一起参加了爱国运动 还共同创立了学务社 以及天津学生联合汇报 可以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时张若铭才18岁 各方面都十分优秀 是学校小有名气的人物 虽说他的父亲是清晚县的县长 但他不仅果断于父亲划清界限 还毅然决然地和周总理 邓大姐一起 动员大家到省长曹瑞的官邸请愿 要求曹瑞答应他们五条要求 如果他不答应我们这五条要求 我们就堵在曹瑞门口 今天明天不管多少天 我们都要把他给整出来 听到这里 先军忍不住问邓大姐 这五条要求都包含了什么 邓大姐告诉他们 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收回山东权益 出国贼争国权 外加释放被俘的爱国人士 不过即便身处监狱中 周总理他们也并没有放弃 大家群情欺负地高呼着口号 甚至集体局势来表示抗议 邓大姐 似乎是宗理跟那位张若铭 是在狱中建立了革命友谊的 哪里啊 那时候恩来报定独身主义 随时为我捐躯 宗理不是报定独身吗 怎么又有女朋友了 邓大姐 你们都是在一起革命的 怎么还让他们俩先坛上了 见这两人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邓大姐只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原来当时周总理和张若铭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 寻找革命真理 这时周总理突然走了进来 两人都被冷不丁地吓了一跳 随后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周总理对自己曾经的这段感情 经历毫不避讳 甚至还饶有兴趣地坐下来一起聆听 不过他刚一坐下 邓大姐就表示自己想完了 好在小路有眼力见 他不但死赖着不走 还继续追问邓大姐 总理后来为什么又和张若铭背道而驰 张若铭女士虽然离开了组织 但他从来没有泄露过任何机密 因此他们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初恋固然美好 但在当时最稀缺的不是浪漫 而是缺少一起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正如先军说的那样 周总理和邓大姐是最契合的灵魂伴侣 他们之同道合 经历起革命艰难考验 他们为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奋斗了一生 值得后人敬仰爱戴 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你知道周总理做事有多严谨细致吗 你要是能做到这种程度 估计早就月入百万财富自由 这天周总理来找毛主席 由于车前放有通行证 警卫员没有要求停车检查 就直接将他们放行 进入了中南海 在一般人看来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 可周总理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这里是毛主席和朱老总等 多位领导同志们生活办公的地方 一旦有人不小心将通行证遗失 被不轨之人捡到 后果将不堪设下 于是周总理立刻提醒警卫员 更换通行证 马上换成指示的 要大一些 是 印上姓名单位 车牌号 司机师傅的照片 也要贴上 不是我们进了北平 一切就平安无事了 警卫员日日重复工作 都没有发现的问题 周总理却在繁忙的 公务间隙注意到了 难怪过老曾形容他 思考事物的周密 如水银泻地 周总理见完毛主席后 又马不停蹄地开始 筹备开国大典 无论是授阅的飞机部队 还是拉开的横幅 又或者是天安门前的设备 他都一一亲自确认 一共用了12分钟 除了我们刚才在图中 说话耽搁的4分钟 要8分钟走上来 这个距离 对于身强力壮的 年轻人来说 不算什么 但对于年过60的 朱老总来说 要想跟紧队伍 还是有一些吃力 周总理知道 朱老总因为不想掉队 一直在小山坡上团练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叮嘱 逆荣真元帅 一定要时刻注意 年龄大的人 一旦出现特殊情况 必须马上采取 保护措施 说完他又重新调整了 波音员的站位问题 波音员的位置在哪里啊 在平息台左边 那个位置 那边不好 这边会好一些 虽然距离相差不远 但至少可以提前 一两秒钟 看到毛主席走过来 因为他们要在第一时间 向全世界宣告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这个好消息 随后周总理又交代工作人员 将周围所有影响 事先的障碍物全部撤掉 保证毛主席站在话筒前 能够看到城楼上下 以及天空的任何角度 同时也能让全国人民 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 后来他又认真地检查了一下 升旗开关 这是升旗的开关吗 是 可以确保不出丝毫的差错 我们一直在反复实验 一定确保 实验要与第二方案同时进行 一旦有 第二方案的先进时间 差为0.5秒 最多不可超过一秒钟 是 监控人员非常关键 请您放心 保证万无一事 后来周总理又和大家 继续讨论起开国大典的相关事宜 会让有人提出 参加检约的飞机数量不够 周总理告诉大家 随后他还不忘嘱咐工作人员 一定要保证飞行安全 哪怕多飞几遍 也不能为了充数 让有故障的飞机参加检约 就这样 在周总理严谨细致的监督和指导下 开国大典顺利且圆满地完成了 从某种程度来说 周总理就是靠着他各种体察入位的举动 影响和政府的很多人 普通人不会注意的东西 在他眼里就能看出端倪 无论为人还是处事 他都既知道了旗帜 有周总理这样的领导人 是民族之性也 如今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地而变 这盛事如您所愿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周总理为何突然对河北人民高度赞扬 1966年 周总理来到邢台组织救灾 乡亲们得知 总理来了 都激动地一拥而上 周总理亲戚地对大家表示问候 并安慰大家 五五世纪 小陆见总理迎着风沙讲话 有一些吃力 于是提出让他换个方向 随后周总理便转身走到前面 独自面对风沙大声地告诉老乡们 毛主席已经下令 并组织的抗震救灾队现在援助 伤员们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治疗 为了鼓舞大家振作起来 周总理还和大家一起 回顾了河北人民在抗战时期的攻击 乡亲们无不感慨万千 潸然了一下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 擦干眼泪 向困难挑战 向老天说不 后来周总理带着沉重的心情 查看灾区情况 看着眼前这一片片废墟 看到战士们将一个个棺木 击连不断抬出 周总理心如刀绞 他强忍着悲痛 跟在队伍的后面 途中他突然看到一位老人 夹在队伍当中 于是上前询问 老人家 你送的是老伴 是老伴和儿子 地震那天 我打算去地里放牛腹 想让儿子多睡 家里家外就他忙了 结果刚走到地头 地震了 赶紧奔回家一看 房子擦了 解放军 把他们娘俩救出来 那是 随后老人将手中的木板 拿给周总理 告诉他 这是为家人准备的墓碑 不过老人自己不会写字 只能过一会儿 让解放军帮帮忙 周总理听到这里 二话没说 就直接蹲下来 询问老人亲人的名字 老乡说 老伴儿叫齐大林 儿子叫孙双旦 双旦是他的小名吧 是 当年还是想 再生个男的 结果 1942年 给游击队放上 一枪 小鬼子给打死 周总理悲痛晚分 他默默地书写好名字 将木牌还给老人 这时 老人家突然下跪至谢 周总理急忙上前 将他扶起 并提醒他 赶快去给家人送行 等自己忙完 再来看望老人家 你是周总理 我知道 你忙 别回来了 忙吧 我好好活着 终见家园 我还能出把力去 放心吧 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 看着满目苍然的泥土色 周总理心里 涌动着巨大的悲痛 此次施杀结束后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议 扩大支援队伍 随后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周总理细数河北人民的贡献 命增山发布通知 号召全国各地 不遗余力地支援河北人民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救援物资 及时地送到了灾区 灾区的情况也有所缓解 河北人民也渐渐恢复生产 战争困难 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毛主席 和周总理致敬 向河北人民致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